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达车APP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实时刷新车辆的位置 这个就是主要是我们定义计时期 然后获取从服务端获取这些车辆的一个坐标数组 然后更新这些车辆在地图上的一个位置 这是实时刷新 我们讲了一个大概的思路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获取车辆到达的一个时间 我们当前有了我们当前的这个位置 有了我们附近车辆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程序 这个我们比如我们当前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有了这个车辆车辆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个车辆从它这个路径 到我们这个位置大概的一个时间 什么原理呢 其实就是地图它提供了一个功能 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轻微度 我们这个轻微度算出这个位置的到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距离 其实还有一些路径规划 它还有路径规划 这里边我们就不太讲了 然后根据这个距离呢 再根据我们有了距离还缺少速度 这个速度就是我们当前车 它每行驶一段距离呢 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速度的 当前有时间 然后再除以它的这个距离 有一个车速 有的这个车速呢 我们就根据距离 然后除以速度 就算出它到了我们大概的一个时间 好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然后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百度地图上 它是怎么说的 看它这里边 那这里边呢主要是计算用的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起点 指定明证起点和终点 它可以打开我们的公交路线进行一个检索 空间计算呢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计算这个两点的实际距离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代码 比如我们这里边定一个函数 那么get 看可以看啊 可以看啊 这个单词大家去想想啊 对啊 aroundtime 然后我们看这是它的oc的写法 我们定一个swift 看swift里边我们来怎么实现 emk emk map point 啊 其实 point 直接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 let let up 然后 c l up let this 这个就是计算两点的一个距离 这个distance呢 location distance 其实就是一个double类型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是一个double的一个数据类型 然后我们把这个距离进行一个输出 好 这就是这个距离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纬度 他们的这个这里边啊 大概的一个足标 然后它的距离呢 其实就是一米 应该是一米为单位的啊 大家可以去再确认一下 大家可以去再确认一下 然后 我们这里边 看看是不是一米 以为结束单位 我们 调一下这个函数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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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cut 我们调用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概的一个这么多这么长的一个距离 然后车的速度呢 其实 这个时候 复端 因为每个车它的速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复端会返回车辆信息呢 它会给我们一个 车的一个速度 我们这里边呢 有了distance 啊 比如我们的车速 比如我们 车速 车速 车速是多少呢 是 100公里或者是50公里 50公里呢 其实就是 一公里是一千米 50公里每小时 啊 它出于它 一小时是 50公里 然后距离出于它就是一个时间 我们 看一下这个time 这里面我们应该这里写错了啊 这里应该 除的话 这里其实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两小时或者是 这个两小时 然后车辆在不停的移动不停的刷新 它的离我们的距离呢 到达时间也可能越来越近 或者越来越远 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理解为 车辆的一个坐标 这是我们的一个坐标 当前的坐标 车辆在不停的运动 这个坐标在不停的变化 比我们的距离呢 也在变化 所以distance在变化 车速呢 基本上也是变化的值 但是 复端呢 会给我们把这个值返回过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算出车辆 实时到我到达我们的一个大概的时间 我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看我们这里边啊 看一下这个这个 车辆在这里 就是优薄的一个截图啊 正常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然后最近的车辆到我们是多长时间呢 这个时间 其实是在不停的刷新的啊 车辆也在不停的移动 这就是大概的啊 这种思路 好的 车辆这个距离我们就看完了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啊 百度的SDK还提供了哪些功能 坐标变换 空间关系 判断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检索功能 检索功能 其实就是一些路径规划 这里边有路径规划的内容 就是说从长短短 这从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它是规划一条啊 可只可可到达的一个路径 空标详情啊 这个我们后边可能还会用的啊 大家可以再去 再去研究一下啊 再去学习一下它的啊 百度SDK的一个这些功能 提供了哪些气口 好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获取车辆档达时间的功能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